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次的极数领域的游戏影片 我是杰,对,那么今天来干嘛叻? 那么其实呢,就是来抽这个的银河战剑 对,我本身呢,之前就存了一些 就是那个紫色水晶,就是紫金能量 对,那么我也看也存了117克 这个也是时候用一用了 对,也顺便把这个金金能量的也用一用 因为我应该是不会再去 是不要少的机会就是去买那个用钻石去 去买这个金金能量,然后去超乎A车 然后呢,现在就抬一抬 就是把剩余的都抬一抬了 现在118个,然后我们来这个讯导 那么当然了,这一期就是我做这一集的时候呢 就已经开始那个,呃,光电游侠的一个点券A车 那不过呢,这个活动呢,是到10月才结束的 所以其实应该是有时间的了 就是慢慢的存 然后天天完的话,应该是能够把里面的所有东西给换完 就是我的目标 那么所以我现在有118个,那么呢 有24个就是金金能量,然后纸金能量 那么先抽金金能量 对 当然我认得是希望,就24个如果能抽到这两个 就是黑色的闪电或者荣耀之光荣雄的话 我真的是偷笑了 对不对 但是呢,4-3真的是没有什么好 就是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发生 不过呢,也要抱着一个心态吧 然后第1个10抽,金金能量 看看能送什么 金色卫星 吓死我 配A级车的碎片 今天大概吓死我一跳 好,再来一次 20抽 这些之前都是送的 够何方 然后这个10个 然后这6个 我还是等下一次吧 就是传到有没有可能到下一个 有的,所以这6个就 就不抽了 对,一个一个的话应该是没有机会的 那么20抽就是正常结果了 对 然后我们就来今天的主角 就是纸金能量 一个10抽 对,我们的目标是银河战剑 我希望能够中的了 第二次 10抽 第二次10抽 别再给A级车碎片 给一辆车给我好不好 有没有总给我一部A车 第三次10抽 求神拜佛 OK 这些都不重要 又是碎片 4次10抽 别再给A级车碎片 来一部车吧 车 OK 再来5次 10抽 哇 哇 哇 这一次 肯定卡得不好 第6次10抽 哎,又是碎片 7次10抽 别再给碎片啦 大哥 给你机会呀 我一开始就给碎片 真的是 不给面子 还有没有8次10抽 哎 哎 又是碎片 妈的 我直接拿这些碎片去换路不好 还有还有 9次 有没有有没有 真的很狼的 抽一个银河战兼 好啦 10次 10抽 也就100抽了 10次10抽 又是碎片 永久 翅膀 给个B车 有没有总给我一部A车啊 11次 哇 11次多 哎呦 12次 拜托 点点机会 应该第13 对13 13次10抽 我的天 还有没有 没有了 对 就是13次10抽 也就是130抽 都没有中银河战兼 那么其实呢 我觉得大家 虽然说是 平民啊 但是呢 花的点券呢 还要比你现在就是 我不如直接买这个 还比较好 对不对 所以大家就 看到这个视频 就知道是什么感受了吧 不过我当时也是 抱着一个蛮大的 希望是能够抽到银河战兼的 130抽都不够 我看200抽吧 再多多70抽吧 有没有可能呢 我觉得还是算的 就不用再去 就是尝试再去抽那个 直击能量了 就 不如大家留着那些点券去抽那个 就是 买票 就是 就买票抽A车很比较好 对不对 这点比较实在 而且最起码 它那个 就是花那个 票来 抽A车的话 你还是有一个 就是那个 数字可以计算出来 你要花多少点圈 不像那个抽降者的那个 并没有一个 那个 一个上限 所以是一个位置之数 对不对 有可能有一些 130抽就已经抽到了 对不对 还怎么说有个几率在 所以大家就 四个月的时间 看一下大家能不能够 把这个关电邮箱给拿下来吧 那么 这一次呢 就真的是 残败了 不过呢 这也是 去做一个尝试吧 那么这一期的 影片呢 也差不多这 对 那么 也证明了 直接能量的 里面的那个 银河张剑呢 是很难抽的 对 OK 那么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就记得按赞 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看 有什么想 留说的 或者一些意见的话呢 就记得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对 50个订阅就有东西抽 对 不过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 慢慢累积 对 那么 我是杰 那么这一次的 极速领域的 游戏影片 就到这 我们下一次 下一次影片再见 拜拜